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芬 上次我跟福建筑师一起穿越三井仓库展示的VR 了解他的建筑结构 也看到修复完成后作为记忆仓库的新面貌 以前和现在都看过了 不知道这一次他又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三井仓库真的很美 海芬 建筑师 给我安全帽 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 对 又带安全帽 好了 好,我们走了 这里是哪里 这是三年前 三井仓库开始修的时候的现场 这个地点好像跟我刚刚看到的 现在的三井仓库不太一样 对,这是旧的地方 这是异地保存 哇,好可怕哦 你看这边的木材 都已经腐蚀得好严重哦 是啊,这是很困难的地方 要先清理 然后才把瓦一块一块地整理出来 留着以后用 所以那会更麻烦呢 等于这一些 你看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木材 要先把它处理掉 然后还要把这些砖一块一块卸下来 是,砖一块一块卸下来 然后有些还要编号 然后还要清理 然后打包起来 移到将来要建的地方 准备护原 一块一块拆下来 当然是一块一块拆 这里有那么多块砖 大约十万块左右 一块一块卸 那还要花多少的人力跟时间啊 大概花了三个多月吧 期间还有靠重机具了 好辛苦哦 那我们看到这个三墙 这个三墙要怎么签 我们回去在三井商户去看 好 哇,我们这样就回来了耶 是啊,三墙没有全拆 用锯开的 锯着上半段 然后完整地保存的 这个感觉很重耶 是,大约九顿 九顿重 那还放得回去原来的地方吗 本来是希望放回去 但是要放回去 可能要有其他的补强措施 所以后来这个 把它保留在三井仓库的室内 外面这个是重做的 哦,了解 那除了异地重建之外 三井仓库 现在的建筑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我们为了抵抗地震 在基础做了一层隔阵层 隔阵店是日本的技术 它就把建筑物跟基础隔离开 那它这个隔阵店 它耐用200点 可以抵抗到七级的地震 七级 那这个是不是在我们的文资个案当中是首例的 在我们文资修复这一件事情 这个是第一个用的案子 哇,好厉害 这也是好聪明的设计 听说展检仓库还获得优良公共建设 还有优良空间活化施工组的金石奖 是啊,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是,我觉得有了你们这么辛苦的团队 帮我们把三景仓库给复原起来 身为观光者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要让更多的朋友们来到现场参观 是,欢迎大家都来 听完福建主持的讲解之后 我觉得我更了解三景仓库的历史了 真的很忍不住 把它们统统都画下来 以前的三景仓库呢 里面储存了许多的粮食 现在的三景仓库里面承载了许多历史的记忆 而且还会不定期举办许多的展览哦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三景仓库 我们在这边一起创造更多美丽的回忆吧